波妞被说长得丑,现在变成混血公主,颜值反超姐姐。 妈妈是超人第三季节目已经收官,最后一期节目中大林子与步步组成的软萌组合离博感爆棚大林子的小暖男属性再现。 而云亨在一组的安迪乐化风突变,跨劳兄弟的日常户队简直狂圈粉,安迪插着腰撅着屁股对云亨的那句谁让你骂他笨蛋了,实力户大林子可爱极了。 最后一期节目中,有点小娇羞的步步接受了魔法言语的提问,阿布萌哒哒的说着小乃英,简直小天使的化身超可爱。 当魔法言语问步步那你家里都有谁,步步说了爸爸,接着又说了妈妈。 而魔法言语的紧接着问还有呢?步步一句没有了脱口而出,外面的假静文都惊呆了,双手捂着嘴巴。 好在步步头脑机令,一句小玻妞也有尽显大姐姐对玻妞的疼爱,毕竟步步日常宠妹毫不手软。 紧接着步步说无童妹还没回来,夏天无童妹她会回来,故我们不到三岁的步步惦记着家里的妹一个成员非常暖心。 而步步在提到乌童妹的时候,不论是声音还是表情以及眼睛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声音更加红亮,表情十分期待,两只乌黑的大眼睛都在发亮,充满了期待。 不仅如此,曾经在节目中,假静文与梧桐妹视频通话,步步一开口就问, 哎,只有有人顾你吗?虽然步步很小,但是她非常懂事,姐妹三个关系都非常好。